有钱人赚钱的路子到底有多严 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在北京燕郊拿了一块地 由于资金链断裂根本没钱盖 这时按照法律不能做预售开发商 于是想了个野路子 找一个第三方机构发了个公告 把所有房子一次性以半价卖给机构 当地房子是两万一平 机构仅仅花一万一平就要把房子全买走 然后机构也发了一个公告 只要办理本机构会员都可以用一万一平订房 会员卡十万一张 购买会员卡将来还会送十平方 相当于会员卡没花钱 不仅如此 机构还让银行也做了一个担保 如果将来不能按期交房 全款退钱 公告一出 立马吸引了四千多会员机构 一次性收款四个亿 结果没想到半年以后 机构发了一个公告 由于业务和开发商谈崩了 无法交房 愿意把钱全部退回 开发商绕这么一大圈 到底在干什么 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一场融资 开发商从购房者手里融到四个亿 然后用了半年没交一分钱利息 而如果从银行贷款 那利息至少就是几千万 更别说当时根本没有银行贷给他钱 不得不感慨 有钱人空手套白狼的思维 负在数数不在劳身 利在市区不在利根 富人赚钱永远靠的不是利器 而是思维 只有掌握赚钱的思维 敢于突破常规 才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